直男常用的APP或网站有哪些 这是全球20大直男常用APP或网站 这期分享的是榜单中第10到第1名APP或网站 这个名次是根据他们每月访问的用户量排的 建议先点赞收藏 看完分享给你身边的男性朋友 测试一下他们够不够值 这20款直男APP分别是干什么的 第10名Tinder 这是一个交友APP 也被称为老色P专用和约炮神器 它主打基于地理位置的异性推荐 主要功能是给推荐的异性网友打分 也被网友戏称为翻牌子 和我们国内探探 莫莫APP的点点功能类似 Tinder功能看起来比较单一 但它的体量可不小 现在每个月有1.12亿的用户访问量 是全球仅次于莫莫的陌生人交友APP 第9名Steam 这个不用多介绍了吧 玩过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国内叫蒸汽平台 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游戏平台 类似于QQ游戏平台 只不过Steam里的游戏种类更丰富 有3万多款游戏 每天有数千万人在这个平台玩游戏 现在每个月有1.62亿的用户访问量 第8名Telegram 国内翻译为电报 是全球著名的通讯APP 和微信的功能类似 它最大的特点是 任何人都可以创建5000人的群 目前在全球有近6亿用户 因为其私密性 在全球的中立位置 拥抱加密货币等原因 Telegram也成为区块链 虚拟货币 NFT 老司机等人群的重要聚集地 特别是华人网友们的重要战场 第7名CISDN 它是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 现在每个月有超过2亿的用户访问量 考虑到国内女程序员的比例 CISDN也可能是国内最钢铁的网站 谁敢说能与其一战 第6名Corexlist 它是个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国内的58同城 感激 百姓网 就是模仿它起家的 为什么它能上这个直男网站排行榜 并且名列前茅呢 因为这个网站处处都透着直男气息 首先是这家网站创办于1995年 创办人牛马克是第一代程序员 网站创办至今从未改过版 这是网站现在的风格 你感受下 像58 感激 百姓网那样 整个网站上有无数条小广告信息 但不同的是 这个网站只有文字和链接 没有一张图片 更没有视频 特效等 甚至连网站自身品牌图标都没有 其次是网站坚持不收费 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免费发布广告 但尽管多年发展 网站上男性有关广告比重居多 第三就是这个网站从不融资 不做广告宣传 公司员工也从不在媒体上露面 但神奇的是 这个网站一度成为美国第九大网站 要知道排在前面的都是 Google Facebook 雅虎 维基百科这些超级巨头 现在这个网站每个月依然保持着 2.77亿的用户访问量 是全球互联网真正神奇的网站 第五名 Stack Overflow 它是一个技术问答社区 是一个真正帮助程序员解决问题的互助社区 不像很多技术社区 新闻 博客 问答 知识 真正做到了创业圈常说的一根针捅破天 就凭借着技术问答这一根针 Stack Overflow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程序员社区 是全球程序员B上的网站 现在每个月有2.88亿的用户访问量 夸张点来说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所在的网站背后 很可能就有程序员正在访问这个网站 寻找解决技术问题的答案 第四名 汤不乐 官方中文名叫汤不乐 但网友和媒体都叫他汤不乐 是一种介于传统博客和微博之间的轻博客 其实就是一个内容分享网站 国内曾经红积一时的点点网就是模仿于他 汤不乐一度每月有近6亿访问用户 但经过多次卖身 发展停滞不前 甚至宣布关闭等一系列坎坷经历 汤不乐还就是死不掉 因其放任甚至迎合不可描述的内容生长 一度成为全球老司机们的狂欢之地 在遭到多国屏蔽的情况下 现在每个月仍然有2.91的用户访问量 接下来我们揭晓前三甲 第三名GitHub 是一个代码托管网站 就是专门存放代码的平台 是微软旗下的网站 现在每个月有3.7亿的用户访问量 超过7300万的开发者入住 存储的代码库超过2亿个 是程序员社区里当之无愧的全球老大 在当今世界 如果一名程序员 还不会从GitHub 见见功能实现的技术和原代码 几乎就等于少了一条大腿 开发效率上会大大降低 第二名Roblox 它是一个游戏创作平台 目前每个月有10亿的用户访问量 有超过2000万款游戏 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平台 用户可以在里面创作任何形式的游戏 包括角色扮演 射击 动作格斗 生存 竞速等玩法的游戏 而创作这些游戏本身也是一种游戏 因此Roblox也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游戏 简直就是现实版头号玩家的绿洲 可能是因为被代理商腾讯所趋的原因 Roblox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算高 但它在欧美是游戏界的第一大网红 你去问欧美青少年儿童放假都玩什么游戏 有一半以上都会告诉你和同学一起玩Roblox 由于玩家在Roblox创作了大量3D VR等数字内容 Roblox的股票也被资本市场称为 元宇宙第一股 市值一度冲到了近千亿美元 最后是我们的冠军 第一名 Discord 是一个游戏聊天软件 和国内的YY语音类似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音开黑工具 如果你玩过国外的网络游戏 就一定会收到Discord的语音房间链接 和YY语音不同的是 Discord非常纯粹和专注 没有直播 没有短视频 更没有广告 就是一个纯粹的语音开黑工具 却是全球游戏领域人气最高的产品 当然因为Discord的功能足够全面和开放 很多人选择用它来建立粉丝社群 工会 俱乐部 兴趣房间等等 Discord目前每个月有13亿的用户访问量 恐怖如斯 甚至它的周边兴趣房间推荐网站 Top.GG 每个月都有近2800万的用户访问量 国内知名的游戏推荐平台 TapTap 也曾宣称自己的终极梦想 就是成为中文游戏领域的Discord 全球最大的直男网站头衔 也非它莫属 好了 全球20大直男常用APP 上下两期全部分享完了 这里边有些是普通直男常用APP或网站 有些是钢铁直男机的APP或网站 看完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男性朋友 测试一下他们够不够直或钢铁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 可以帮帮点赞支持一下 下期我可能会分享一下 如何查看APP和网站的全球排名 有兴趣可以点播关注 等我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秀软件贵在实用